在退潮時 不同的核材都出來賺吃 各出其謀 潮間帶的物種多樣而豐富 也吸引了一班旅客來開餐 麗核是香港極罕有的過境千載鳥 他趁著潮漿追隨著海浪去覓食 而麗核名稱的由來 相傳是因為他們喜歡吃貓麗 即是豪科的食物 當然除了豪之外 麗核也會進食其他雙殼類動物 而且這隻麗核最喜歡的食物原來是聖子 這裡就好像為候鳥提供自助餐 讓牠們吃飽、休息 然後繼續牠們的牽洗路程 在牽洗季節 遍布全香港的潮間帶 都為牽洗中的雀鳥提供穩定的食物來源 對牽洗雀鳥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生境 在麗核灰燈上 這隻灰尾核正在尋找牠的晚餐 當牠找到一隻蟹的時候 就會嘗試把它拋勻 灰尾核也有一個癖好 就是不喜歡吃蟹腳 所以花多點時間 都要拋掉蟹腳 才享用牠的晚餐 有些水鳥會在香港度過冬天 也有一些只會作短暫的停留 但無論是冬候鳥 或過境牽洗鳥 都會瘋狂地覓食 目求有最充足的體力 繼續牽洗旅途 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時候到 後鳥們就會覺散東西 有緣再在香港的朝間大相聚